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今天講一下微分 微分的運用 那上次提到微分的運用 比如說 y 等於 a 的 x n 次方 那我們上次有證明了 如果它是可微的話 那它的答案是 a 乘上 n 乘上 x n 次方 對不對 可以嗎 減1 太好了 減1 所以降階係數放下來 這個就是微分 這就是微分的公式 那接下來我們會利用這個來做大量的計算 比如說函數裡面常常會用到 f 的 x g 的 x y 的 x 這些都是一樣的函數 那我們現在討論都是可微分 就這些函數在某個值域的範圍 定義域的範圍內都可微分 所以第一個公式你們就是 c 乘上 f 對不對 然後我對這個微分 那 c 的話是常數 那 c 的話是常數 c 的話是常數 所以對 c 沒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 c 是不是可以挑出來 好 挑出來 所以 c 挑出來 所以就是 df dx 那就是 c 乘上 f 這樣 ok 嗎 好 就是常數 等一下我舉個例子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case 第二個 case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兩個函數加起來 然後我要對它微分 那對它微分你可以看成是 我也可以這樣寫 那那個 誇虎我就不寫了 所以對這兩個函數微分 那微分當然你就可以直接微嘛 對不對 直接微進去 所以它是可以拆開來的 那等於 f 加 g 這樣 ok 嗎 這沒什麼嘛 就是函數好幾個對不對 我先對這個再對這個 那因為是加法所以沒有影響 那比較會有影響的是乘法 所以如果今天有個函數 相乘 那這個是微積分最重要的一個函數之一 就是我要對這兩個微分 我要對這兩個微分 所以它必須 因為它一次只能微一個 所以假設我先微第一個 那它就會變成是 f' g 那再來第一個微過了 留下來 它會變成這樣子 這樣這個 ok 嗎 這個我可能需要舉個例子 比如說 假設你有兩個函數 假設你有兩個函數 乘在一起 那我要對它微分 那本來你是可以全部乘開對不對 全部乘開在做 因為有這個關係 你可以把它想成 f 跟 g 對吧 那 f 跟 g 的意思是 我可以先對第一個微分 可以嗎 所以對第一個微分 新算一下這個微分是多少 2x 2x 所以我現在就有2x 然後2x3次方加2x減1 對不對 再來 我會有什麼 這個東西留下來對不對 對後面微分 所以 x 平方減1 那對後面微分 所以會剩下多少 6x 6x 平方 加2 加2 對不對 好 最後你再把它展開化解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ok 嗎 好 所以 這種有一個例子在這邊看 你就比較清楚 就兩兩相乘 先對第一個微 第二個留下來 那再來就是第一個不動 對第二個微分 那這個東西也可以擴展到 如果今天是儲法 儲法我們先看一個 如果今天是 f 分之一 那 f 分之一的微分 想法是你可以第一個把它當成 是 f 的負一次方 可以嗎 f 的負一次方 那 f 的負一次方 你就把它當做某個函數 像這個 像假設今天這個是 x 分之一 我對它微分 我是不是可以看成 x 的負一次方微分 那 x 的負一次方微分 想法一樣東西放下來對不對 所以負一放下來對不對 然後 x 照抄然後負一變負幾 變負二 變負二 可以嗎 好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那我暫時先對 f 微分 那你對這個大的函數微分當然就是負一放下來對不對 f 會變負二 是吧 可以嗎 是因為我要的是對 x 微分嘛 真正對 f 裡面也微分 所以最後你還在乘上 f 比 這樣OK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你可以看成是 x 平方減 1 的負 1 次方 對不對 那你如果把它想成一個 一個框框 一個框框的負 1 次方 那是不是剛剛就跟剛剛一樣 負 1 放下來對不對 然後你就變負 2 可是你會發現你現在微分的是這個框框對不對 可是我要微分的是 x 不是大框框 所以它要再繼續圍到裡面 所以這個正式寫下來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負 1 對不對 乘上 x 平方減 1 的多少 負 2 是不是 負 1 次方放下來嘛 對不對 那是不是變負 2 好 那變負 2 這樣寫完之後 我還要再乘上對裡面微分 所以對裡面這個 f 微分是多少 2 x 所以理論上它的答案就是 負 2 x s 平方減 1 的 2 次 這樣看得懂嗎 好 給大家消化一下 這開始有點難喔 為什麼要再多乘一次 不是多乘一次 它要圍到裡面 因為我不是對這個微分 這個你把它想成變數變換一下喔 好 我們第四點再補充喔 我把題目再抄一遍喔 就是今天 x 平方減 1 我要對它微分 那對它微分的話 你現在是不是把它看成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如果我把後面這個東西 看成是 a 的話 你等於再對 a 做微分嘛 可是我 a 本身也是 x 函數對不對 對吧 所以你微分完了 對裡面微分完了之後 是不是要繼續再微分進去 就是它要一直微分到沒辦法微維持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對這個 x 平方減 1 的負 1 次方 這個東西你對它微分的時候 然後你看看你把負 1 放下來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 x 平方減 1 這個變成負 2 這件事情 這個並不是對 x 吧 是對 a 吧 對不對 可以吧 所以變成你還要再對裡面微分 對裡面微分就是 2x 那負號乘過來 所以 x 平方減 1 的 2x 這樣 ok 嗎 但為什麼要先問 a 就是沒有分法直接問 b 就是所以這裡的想法就是 fx 這個叫圈入 比如說我們今天寫個 sin k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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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你這個 如果你把它寫成 sin θ 那你是不是 θ 那你是不是 θ 就是等於 kx 好 所以我這個函數如果叫 y 我現在要 dy dx 喔 那可是明明這個 x 是藏在 θ 裡面對不對 那你所學到的公式是這個 這個 是吧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偷偷看成 d y d θ 然後 d θ 再對 dx 可以嗎 因為你如果是 d y d θ的話 sin θ 微分答案就 cos 就做完了 就做完了 懂得是嗎 可是我是對 x 所以 dy dx 就等於 dy 因為我先暫時把它偷偷看成 d θ θ 對不對 然後圍完了之後 再圍進去 θ 對 x 微分 所以 dy d θ 這個做出來 sin 的微分就 cos 上次要你們回去正的 不知道有沒有正 然後 θ 是 kx 所以在對裡面的微分 所以就剩下什麼 k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是 k cos θ 可是 θ 是 kx 可以嗎 所以只要 x 再分了 它就是它這一整個就相當地說是雙層的函數 對啊 就是你 因為你不是 x 的那個東西 你是對這個框框在做微分 微分出來之後 就等於你暫時把它看成 d y d a 對不對 所以你要乘上 d a d x 這個大家稍微想一下 這個會挺難的喔 這個 可是你們在高一就可以學到這個 至尊無上的寶藏耶 這個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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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有錄影嗎 你回去多看幾遍你就懂了 多看幾次就懂了 你們班的影片真的是剪得滿快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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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們錄製完就上傳 好到目前為止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到目前為止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假設你寫成一個 a x 的 n 次方 這種東西微分你就知道是 n 放下來這樣接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 x 是 a 那個函數 a 又是一堆這種東西 好 沒關係 對 我 我馬上舉個例子喔 我們 我可以把 1234都帶一個數字 就是淨淨上 好可以 假設我今天對 好 同學講的 概念不錯喔 我編給你們的講義裡面其實也是這樣 假設4乘上 4乘上 f 那F5其實叫做s平方減1好了 這樣OK嗎 4倍的F5 那F5的話是s平方減1 第一個做法就是4全部乘進去對不對 那全部乘進去就是4s平方減4 那4s平方減4微分就是8x 對吧 就第一種白色做法就全部乘起來 那我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它是4它跟答案沒什麼關係 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然後再來是DFDX 對不對 就它是幾倍而已嘛 幾倍這件事情不影響嘛 所以我先拿出來 那這時候F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F叫做s平方減1對不對 所以s平方減1微分就是多少 2x 所以這個微分出來就是2x 所以就是4乘上2x 那就是8x 那有同學說 老師那幹嘛那麼麻煩 我就把它全部乘進去就好 就是告訴你方便嘛 這個常數不影響可以提出來 就是這樣的概念而已 這樣OK嗎 恐怕你們高中的微積分 恐怕沒有教那麼仔細喔 高3會有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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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高3才全微積分就廢掉了 你到高3才全微積分就廢掉了 因為你高1高2就會衝刺著一大堆 所以有了沒有亂七八糟的東西 不知道在幹嘛 整天在那邊釣魚也不知道在釣什麼 對啊 要釣什麼嘛 你不要自己騙自己 你可以釣出什麼東西 是吧 人要覺悟是要花一段時間的掙扎 有些像男生就會很清楚 男生一定是要不斷的挫折成長 挫折成長 最後終於領悟到 還是要把微積分卸起來 對 要不然他沒辦法 沒辦法那一關過不去啊 對不對 好所以第一個例子OK嘛 第二個例子這更簡單 假設你看一下 今天有個x平方加3x 你對他微分你怎麼處理 2x加上3 那你不就是把它當成這樣子嗎 對 你不是偷偷把它拆成這樣嗎 對不對 依此類推 你那個多項次 是不是就可以個別個別微 假設你有x平方-2x加1微分 你是不是一項一項這樣拆開 對吧 可以嗎 那這個的話就是這個例子 當然你也可以全部成開 再圍 我今天是很客氣寫這樣 如果我寫個十次方 不行嗎 我寫十次方 你要全部成開再圍嗎 天就亮了 對吧 所以有些時候你要看題目的意思 在反應怎麼處理 所以大家要非常聚精會神的把它學起來 現在最困難的是這個 那還有一個公式 今天要教這個也挺難的 就是如果是F除以G這個 就是兩個函數相處的微分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用到這個技巧 其實相處就是相乘嘛 老師什麼意思 你就把它當成F乘上G的-1次方 可以吧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看成 我是不是可以看成對F先微分 然後G的-1對不對 再來F留下來 是不是G的-1次方微分 -1放下來是不是G的-2 可以嗎 那G的-2完了之後還要什麼 是不是還要Gplan 是不是 放下來 放下來變-2 再對裡面繼續微分 那整理一下 這裡是G分之Fplan 對不對 這是減掉G平方分之F Gplan 是不是 那這樣很醜嘛 就把它全部合起來 有沒有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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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是這樣嗎 帶個數字一下 好帶個數字 好我們帶個數字看一下 這我要對它微分 假設這公式我已經知道 我如果直接想帶這個公式 所以答案應該怎麼寫 你對對看囉 G就是下面 F就是上面 所以下面是不是G平方 對不對 那再來呢 G是不是造超 然後 乘上 Fplan Fplan Fplan就是2 減掉 F造超 對這個微分 2X 所以你整理一下 上面是不是2X平方-2 減掉 4X平方-6X 所以是不是就是-2X平方-6X-2 所以這裡就是-2X平方-2 等一下喔 這是2X平方-2嘛 -4X平方-6X 所以合起來應該是-6 應該是-2X平方-6X-2 應該是-3L 到底是-3L 這個就是...這個的使用 你說老師我不要這樣記可不可以啊 你就把它寫成這樣 你把它寫成這樣 那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你要一直圍到X 是X的函數為止啊 你剛剛對G的-1微分 你把它變-1這變-2 是不是對G微分 我不是要對G微分 我是要對X微分 對G是為什麼 G裡面的X 如果有三次方的話 你一樣就微到X 不是不是三次方 是要微到X的函數 不是 你三次方在分類型 配方的分類型 他剛剛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是要對X微分對不對 倘若 我-1寫下來 這裡G寫到-2 這個是不是對G微分 這個是對G微分而已嗎 可是我是要對X微分 因為G是本身是X的函數啊 我如果這樣寫 那個我都還沒有動到X 你只動到那個大的框框而已 OK嗎 所以他必須在乘上 那你可以看這個啊 其實三角函數這個比較容易懂 今天對Sine C為分答案是cos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X藏在θ裡面 K KX 所以我對Y Y對X微分 我是要微到裡面這個對不對 可是問題 KX這個東西 它藏在θ裡面 所以我要偷偷的暫時的把它 把它先看成它是sinθ 那我偷偷的把它看成我先對θ微分 可以吧 那這件事對它微分沒有問題嗎 可是我畢竟不是要對θ微分啊 我是要對X微分 所以你必須乘上dθ dx 你可以偷偷看成這樣子 當然數學老師是很反對這樣講 因為你還是可以用極限證明去證明 其實圈如果有展開就是這樣 就是我暫時先對θ微分 乘上θ對X微分 那最後就是Y對X微分嘛 這樣OK嗎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要對裡面這個東西 因為G本身在目前來講 就是S平方-1 所以我在對它微分的時候 你現在這件事情 你把它看成一個函數 我現在就等於是G那個變數對不對 -1放下來G的-2嘛 那你這個是對G微分嘛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好吧 就好像有個A這個函數 叫做G的-1次方 你抵A抵G答案是什麼 -1 G的-2 是不是就做完了 對啊 因為你對G微分啊 可是我現在是對X微分啊 又不是對G微分 所以還沒有微完還要再繼續對裡面啊 對不對 所以同理如果我今天要把它看成對X微分 是不是我可以先偷偷看成對G微分 然後G再對X微分 是不是 那這樣那個G plan不就出來了 再看一遍喔 我們把這些規則再看一遍 然後其中最重要是這個喔 這個 這個 很多同學會有點困惑喔 那是因為剛開始還不是很熟悉喔 你在高中的旅程大概是這樣喔 你高二 我有些同學信心滿滿 到高二就物理一考下來 就全校平均50分你看 對不對 挫折感很大喔 那其實你是可以避免這種事情 高二的物理全校平均50分 你還是一樣可以考100嗎 對啊 你現在就早點開始念不就好了 好 好那這樣子大家這樣OK嗎 好 謝謝 好如果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就 開始進入下一個階段囉 Log有沒有學過 Log有學過了喔 其實還沒 還沒嗎 好 以前 以前 以前來到這個實驗室有個小學生喔 他這個他都會耶 小學生 好 好 直出函數的微分很有趣喔 直出函數的微分 一樣 1的話就是上面有一些 有些 7公斤的微分 一個人不應該看 這個大概是2.7 2.718多吧 這個名叫什麼 這個次兩個對數的微分 就是Log如果是以1為底的 這個就叫做Long Long X 以10為底的 以10為底你要換底公式 那這個Long X很有趣 Long X的微分就是X分之1 就直接變X分之1 那所以你倒過來 X分之1抵X積分 因為X分之1就是X的-1次方對不對 -1次方積分你不是升階嗎 那就變0次了 那就很怪對不對 其實它積分起來就是變Long X Long就是這個 Long就是Log以1為底 這個Long X可以辭買人 以1為0 這個Long X屬於自然對數的指數 對就是自然對數的指數 -1 因為這個 在黑體輻射的地方 常常會用到指數玩數的微分 1的4x為分 答案等於多少 1的4x 就等於1的4x 可是畢竟不太一樣 就是你就要把它想像成剛剛的圈入 7的圈入4x 4,4x 2,8x 5x 不,5x b 多看幾個 1的x平方-1的微分 答案會得什麼? 前面呢? Ox 可以嗎? 所以你們在這麼年輕的歲月 就可以接觸到這個多棒 太棒了 太棒了 按照我的進度 你在高一就可以把高中三年的物理念完了 太棒了 對啊 你到高二你就可以 你就會看到旁邊的同學 奇怪 他什麼什麼都不會啊 因為老師不是講的很簡單 然後 微分 纖維 纖維第一個 對 那就是4乘上 1的4的4 然後再 剪掉3 照抄對不對 不知道是x平還是在外面 x平 對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6x 對 這樣OK嗎?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要對log log為分呢 也要把它再換成一個 那這時候你們就要學過換底公式嗎 log的換底公式會吧 什麼除 其實沒有除 沒有學過嗎 沒有 這個沒學過 我們連log其實都沒學過 log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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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有沒有學過 沒有 沒有 我要連定義都沒有 就是log 假設y等於a的x次方 那logy 要以a為底 以a為底 以a為底 以a為底的話 你這裡就會是 就是x 這裡就是a的x次方 就是x log就是取這個指數的意思 所以你loga的x 假設是x 假設又是以a為底 這樣答案就是x 那最常見的就是 下課啦 開玩笑吧 不是還剛開始上而已 的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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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